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高端接下来会加入公费疫苗的选项 国民党就质疑了 高端有品质不稳的状况 还拿出了文件 指控食药署是高端的门神 而民进党团立刻召开 几手会反击 批评国民党打击国产 以异谋乱 不过上午高端总经理 也接受了网路节目专访 澄清会有条件的通过 是需要做长期的监控的 绝对不会把国人当成白老鼠 背板上大大的标题 指控食药署轮门神护航高端 国民党继暗邻控告高端审查黑箱之后 再出招拿出文件 炮轰高端疫苗制程黑幕重重 食药署事实上是证实了 的确有两批的疫苗制程不合格 必须连续三批合格 好可能在疑人重重的情况底下 不准国人发问 真的是比北韩还要北韩 在相同的审查标准之下 他们却只针对特定的厂商做攻击 而且从一个违法取得的科学的文件上面 然后做恶意的曲解的解释 真的那么相信民进党的人 真的去打高端疫苗的 我说我很佩服 会怎样不知道 赵绍康酸度报表 更质疑没完成三期试验的高端 就获得紧急授权 真的打得过印度变种病毒Delta吗 面对高端新冠疫苗八天内联闯EUA ACIP两关 高端澄清再澄清 还解释 有条件通过 是为了长期监控 强调绝不会把国人当成白老鼠 看来国产疫苗的安全性 如何取信国民 不只科学数据 还有政治角力 华市新闻学人叶峰伟 陈志玄 台北报导